鬼是慧之 过鬼门关 妈 我姐这两天咋样了 这是发生在我姐姐身上的一件事 是关于我外甥女的 哎 不吃不喝的 还总是梦得逆逆 我外甥女出意外死了 而我姐又离了婚 这件事对她的打击非常大 在这个时候出事 她心里肯定难受 婚姻破碎的同时又失去了唯一的女儿 换成谁也受不了啊 妮妮 我外甥女妮妮出事以后 我姐变得茶不思饭不想 而且只要睡着了 就会梦到我外甥女来找她 哎 肯定是又梦到妮妮了 每次都会在梦中哭醒 我们家里人都很担心她 可除了劝说也帮不上什么忙 姐姐离婚之后就住回了娘家 我那天去看她 碰上她又从梦里叫着妮妮的名字 惊醒过来 我和我妈跑进了屋里 我姐正眼面痛哭 哭了好一会儿 她好像做了一个决定 妈 我想请人帮我看一看 她说她想请人给她看一看 我们那儿有些迷信的人 有什么难解之事 都会找神婆 神汉 给破解一下 那下午让你妹妹陪着你 去找刘瘸子 给看一下吧 我妈也信这些 听我姐这么说了 就让我陪着我姐 去我们那儿有名的先生 留瘸子那儿给看看 姐 你别乱想了 下午我陪你一块去 我对那些其实也并不怎么相信 可以想到 或许能帮姐姐解了心结 还是答应陪她一块去 那天下午 我姐勉强吃了几口饭 我缠着她去了刘瘸子家 我在那之前 也只是听说过这个人 并没有见过 我打听到了她家在哪儿 便找了过去 敲响了大门 你好 有人在吗 大门敲了几下之后 才听到有人从屋里出来 你好 我们找刘大师 来开门的是一个老太婆 我猜是刘瘸子的老婆吧 进来吧 我们说明了来意 她就把我们让进了屋里 一进门就看到对面 坐着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 那就是刘瘸子 只是看上去和正常人也没区别啊 她老婆搬来了凳子 让我们坐下 说吧 要看什么事 直接问我们要看什么事 我女儿死了 我总是梦到她 我姐就说她总是梦到我外甥女 把你梦到了什么跟我说说 刘瘸子让我 就让我姐把她梦到的情景 跟她说说 我没完 每晚都梦到 她在水里 想起了梦里的情景 我姐姐的眼泪又掉了下来 妮妮 妮妮 我姐说在梦里 她在一个雾气很大的海边 找妮妮 她看到海里飘着东西 好像是一个人 妮妮 虽然那里很黑 看不清楚 可我姐 能感觉到 那就是妮妮 妮妮飘在海里 妮妮 妈妈来了 我姐就像发了疯一样 往海里跑 妈妈来了 她想把妮妮救上来 可她来到妮妮身边的时候 妮妮一下子沉到了水里 我姐也跟着沉到了水里 她看到妮妮一直在往下沉 我姐拼命地往下潜 追上了妮妮 把她抱在了怀里 可一转眼 妮妮就像烟尘一样 散掉了 我姐想要抓 却怎么也抓不住 妈妈 妈妈 就在急得不知所措的时候 她听到了妮妮 在身后叫她 我姐转过身去 看到妮妮 目睹地站在那儿 在她身后 有一座高高的城门 妈妈 妈妈 妮妮的脸色惨白 翻着白眼 用虚弱的声音叫着妈妈 我姐想冲过去抱住妮妮 妮妮 妮妮 可是却怎么也过不去 在她面前 有一道无形的墙 挡住了她 我被东西挡着 到不了妮妮身边 从妮妮死了以后 姐姐总是会梦到那样的场景 你女儿是什么时间死的 刘穴子听姐姐说完 好像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她又问了姐姐 妮妮的死亡时间 六月初六那天 姐姐也如实地和她说了 久为阳 六为阴 六月初六是阴中之阴 又称 众阴 重阴 重阴日 鬼门开 刘穴子掐算着手指 说妮妮死的那天 正是鬼门关开门 小鬼进出的日子 而妮妮在梦里的表现 很明显是被挡在了鬼门关外 进不去 要真是那天死的 早就该入鬼门关了 没理由会被挡在鬼门关之外啊 这样并不符合常理 你女儿应该是阳朔未尽才对 她究竟是怎么死的 刘穴子又问起了妮妮的死因 她说按妮妮的生成八字 应该阳术未尽才对 她 她是被人拐走害死的 提到妮妮的死 姐姐又开始气不成声了 我就和刘穴子 说了妮妮的死因 因为姐姐和姐夫感情不合 一直在办离婚手续 妮妮呢 暂时被寄养在了亲戚家 后来啊 被一对夫妻给拐走了 在妮妮被拐走的第七天 等找到的时候 人已经遇害了 而拐走她的那一对夫妻 也一起跳水自尽了 警察说 他们并不是真夫妻 生前还有很多的债务 是畏罪自杀 也有人说 并不是那样子 六月初六鬼门开 以鬼引路入黄泉 河水三千把命丧 转世来生结姻缘 唉 想不到还有人 会使用这种写法 害人害己 刘穴子听完说完了 整个故事的流程 梅心拧成了一个疙瘩 她说 拐走妮妮的两个人 不是自己会写法 就是惊人指点过 他们是想让妮妮 带他们过鬼门关 躲过地狱之苦 来世再做福气 那两个人 有业在身 又是自杀 入不得鬼门关 难入轮回 他们让你女儿 做了引路小鬼 把他们带过了鬼门关 而你女儿 却成了孤魂野鬼 而妮妮 却要被挡在鬼门关外 不能入轮回 成为孤魂野鬼 受尽苦楚 刘先生 我不想让女儿 成为孤魂野鬼 您帮帮我吧 我听刘瘸子说的 有模有样的 可心里 还是不怎么相信 姐姐 却信以为真 求刘瘸子帮你 你脱离苦海 哎 我帮你做场法事吧 写个明书 报到阴死那儿 看看能不能把 那两个人居住 不过 做这场法事 可能要折你几年阳寿 你愿意吗 刘瘸子犹豫了一下 说可以帮妮妮 做场法事 用姐姐三年的阳寿 还妮妮入鬼门关的 一次机会 她还会给阴死写信 把那两个人抓回来 抓回受地狱受苦 我愿意 只要能让我女儿 不再受苦 我什么都愿意 我越听越觉得 刘瘸子在瞎掰 可姐姐却一口答应了下来 行 你到那边的床上躺下 我来帮你做法 刘瘸子让我把姐姐 扶到床上躺下 她要做法 姐姐躺下之后 她老婆从外面进来了 递给了她三柱点着了的香 你去外面等一下 刘瘸子让我到门外去等 说是怕泄露天机 我只能走出了房间 对于屋里的事 是姐姐后来告诉我的 她说 刘瘸子用针刺破了她的手指 在手指上拴着一条线 手指上的血 顺着那条线往下滴 姐姐说 她闻到了很浓的香味 从手指间传来冰冷的感觉 很快 她的意识就模糊了 当她再醒过来的时候 又到了梦中那个城门口 这回 她知道 那是鬼门关了 而妮妮 还站在鬼门关外 在妮妮的面前 多了一条红绳 哼 妮妮 你快顺着红线走啊 刘瘸子在做法之前 跟姐姐说 那条红线 是姐姐的血 做成的引路线 让妮妮顺着那条红线走 就能过了鬼门关 妮妮 你快跟着红线走啊 姐姐被无形的墙挡住 到不了妮妮的身边 她只能大叫着 让妮妮顺着那条红线走 妮妮好像听懂了 开始顺着红线 往城门那走 城门开了一条缝 妮妮走了进去 城门随之又关闭了 红线也消失不见 好了 你已经把她送进鬼门关了 她可以入轮回 不再受苦了 姐姐被刘瘸子 叫醒了过来 说是已经把妮妮 送过了鬼门关 以后不会再受苦了 我和姐姐离开的时候 我按规矩 塞了一个红包给刘瘸子 真的能让那两个畜生 在一间受苦吗 我突然间很想问她 那两个害死妮妮的人 逃避了法律的制裁 是不是真的会在阴间 受到应有的惩罚 哼 他们造了如此大的罪业 怎么可能逃得过惩罚呢 至少要入七级地狱 刘瘸子说 会的 他们至少入七层地狱受罚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那样问 可能是因为 我想让他们受到 应有的惩罚吧 人不就是这样吗 做不到的事情 解决不了的事情 就想借助鬼神之力 在去过刘瘸子家之后 姐姐真的没再梦到过妮妮 我不知道 她是心里求到了安慰 还是刘瘸子 真的有法力 只是姐姐心里的伤 永远都不会愈合